三哥,我在新斗罗手游等你哦 是新斗罗 告别的泪却将过去埋葬 在丢落道路中间他们心仰 鬼影没从你动奔西装 燃烧悬天力量 多久的魔物却不是花旁 在丢落道路创造 奇迹归光 奇怪为一体生长出希望 难不抛弃不放弃又难忘 一路绝寻着你十万年成长 化作漫天星光 为你相思断装 这一生是真实到疯狂 是守护你的每个模样 谁在蓝色觉 谁愿符合都是我 这一路平安却被一无缺放 生意是浓热风不曾花 天脸色变海洋伤狂 高高四生从事都要戴入阳光 把你穿舍在陡落大路上 唐家三少巅峰之作 斗罗大路第四部 斗罗大路4终极斗罗即将震撼登场 12月14日开启网络连载 12月20日实体书全国上市 斗罗世界欢迎回家 星斗森林的核心之地不再是森林 而是一个湖泊 原来您就是大石 看来你们这次真的是运气好 终于回来了 就是你平时一直说的 什么都懂得老师 接下来由我指导你们的修炼 小三 你来替马红俊解毒 相信自己 外附魂广告你知道吗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几天 得着你去星斗大森林 你倒是给了我一个惊喜 这么快就突破了三十几的广告 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 那我有没有教你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寿魂环 没有 那你还敢贸然行事 你应该清楚 人面魔柱有多危险 如果你出事 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你是我唯一的弟子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能死 知道吗 老师 我错了 小三 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 以后 他会一直为你带来麻烦 是什么 您说 我一定该 这既是你的缺点 也是你的优点 你把感情看得太重了 比你的命都重了 您 都知道了 如果不是为了小五 你绝对不会乱了方寸 这么胡来 我今天训斥你 是希望你记住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哪怕是你最重要的人出现危险 这种情况 你更需要冷静 只有先保住自己 才有救人的机会 很多事 不是冲动可以解决的 你明白吗 老师 我记住了 那就让我看看 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吧 蓝银草更细了 看上去比之前更有光泽 这股淡淡的甜心味 应该是因为 吸入人面魔术的毒素 小三 缠住那边的树 用力拉一下试试 你的蓝银草虽细 但韧性肯定更胜以往 果然不错 可以了 小三 你过来 老师 怎么了 这次吸收虽然冒了很大的风险 但是收获也同样丰厚 人面魔术给蓝银草 带来了惊人的增幅 不仅强化了蓝银草的韧性 其毒素 更让蓝银草具有了腐蚀性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 同样的错误 不能再有第二次 我 我不希望 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师 唐三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好 好孩子 来 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纪吧 当初唐门的经济来源几乎全部依靠外门制造的暗器 分解的零件图 可以保证唐门的工艺绝不外传 上次见识了你的诸葛神奴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通过中门向你订购一批激阔类暗器 至少能让我的族人有自保能力 如果也在这里经营起来 收入将不再是问题 如此一来 只要找到稳定的铁匠铺合作 我便能潜心修炼 研制更强大的暗器 唐门的辉煌 一定会在这片斗罗大陆上重现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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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废皇子 废皇子 你跟七的 看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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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我们败造的兵器 那可是我们这里 数一数二的败造式打造的 请问这里可是 所托城最大的铁匠铺 小先生 需要点什么 我想特别定制一批货 想搞到什么 直接和我说就行了 你恐怕做不了这个主 小伙子 能不能讲解一下 这是个什么东西 你们不需要知道 只管告诉我能不能做 我有二十分 要用上等的铁铁 最好是铁铁 铁铁 那可不是比小数目啊 还是请你家大人来谈吧 大叔 您是浑师吧 莫非你也是 单独谈谈 可以吗 请给我来吧 快点 体格强壮 眼神专注 手势沉稳 看来这里的确都是自身铁匠 看来这里的确都是自身铁匠 他们怎么也在这里 我叫铁龙 我叫铁虎 小心啊 小心啊 这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 铁龙铁虎 虽然年纪不大 也算得了我的真传 是铁子里最好的铁匠 如果可以 我想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 合作成功的话 当然没问题 请 那么 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铁大叔 这样好了 我先支付一百个金魂币 当作定金 麻烦你们打造一套出来 如果质量没有问题 就继续制作 钱是够了 但 我希望再增加一份保证 既然你是魂师 能否把你的魂师手闸给我看看 魂师手闸 是魂师身份的象征 和进阶的记录 就像魂师的尊严一样重要 一般不会轻易出事 但眼下 若要表示成功 窦罗利二六三七年 注册于诺丁城 五魂分店 五魂蓝银草 标准的废五魂 可惜了 这是 大魂师 大魂师 不错 你仅仅用了三年就成了大魂师 我刚获得第三个魂环 还没来得及去注册 所以手杂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三个 请不三个魂魂吗 这孩子小小年纪 爸 听我跟你说 来一笔大生意 又见面了 两位铁大哥 是你 阿龙阿虎 你们认识唐三魂尊 爸 你还记得 上次我们兄弟 在斗魂场 败给的两个少年吗 其中一个 就是唐三 当时 若非唐三出手图止 我们早已被他的火盘中伤了 唐三 你竟然已经突破三十几了 伙计说的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唐三魂尊 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道歉 一切就按你说的办 宠振唐门 哥 你在想什么呢 想 想现在的生活 想爸爸 还有想你 想我什么 想你为什么这么快 也三十几了 原来只是想这个 当然不止想这个 那还有什么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老师说的那句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是什么意思 那个呀 老师告诉我 我身后的魂骨 是极其稀有的魂骨 魂骨 我当时听说过 是猎杀魂兽时 很低的几率会出现的一种东西吧 具体我也不清楚 老师只说 要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 可特殊条件是什么 没人知道 而我背后的 是可以媲美 顶级魂骨的外父魂骨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你的魂骨被别人抢走的 我发誓 我答应过你 会永远保护你 所以 我也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 哥 小五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吗 小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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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去哪儿 就在山崖吹吹风 嗯 只是吹风吗 当然只是吹风 原来如此 把红筋已经醒了 院长说这次大家能从星斗森林平安归来 三哥小奥小五魂里都突破三十级了 就算是史莱克也是少有的兴事 所以 院长决定今晚开庆功晚宴 庆功晚宴 嗯 小怪物们 好好享受最后一晚快乐的时光吧 明天开始 迎接你们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 戴老大 要不要来一根 赵老师 要不要 来一根 容容 朝九鼎大香肠 小奥醒醒 起来了 别找啊 让我那边睡一会儿 你忘记大师的话了吗 早饭时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 否则后果自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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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香啊 老师 你永远不会迟到 奥斯卡也来了 来 尝尝老师的手艺如何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一定要有充足的营养补给 没有好的体魄 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 谢谢大师 趁热吃吧 好香啊 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大师好 慢着 还我鸡腿 鸡腿 鸡腿 今天所有人都如约吃了早饭 是个不错的开始 但是食物吃下后需要时间消化 不能立刻进行剧烈运动 以后凌晨五点我会准备好早餐 如果半个时辰内还没有来的话 就不用吃了 是 很好 下面我要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 戴木白 出练 给你一个任务 从现在开始 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 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 你三十七级魂力 他们最高的也才三十一级 有问题吗 唐三出练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 和你那些特殊武器 你们可以开始了 等一下 大师 这不公平 唐三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 如果再限制他的魂技 那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唐三使用第三魂技 已将没有任何机会 控制起魂师 在不曾遇到克制的武魂之前 单挑是最强的 不过 既然你如此要求 那就解除对唐三的魂技限制 作为伙伴 你们也需要彼此了解 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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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一起加入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浑石 但是 却有完美的团体 木白 继续你今天的课程 是 大师 大老大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哪都是 小三的第三呼唤 我帮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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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替他分担一个对手 跳的大师 小五竟然平空消失了 什么 想要满散 带着 让这儿 继续你 看